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这几个 然后衬托着香港 台湾有所爆发 台湾的爆发概念跟香港的概念是完全不同 香港就出现了历史性的整盘的颠覆 走过了两年的时间 在其他各地经历过 就是翻饼烙饼经历过那么长时间之后 香港却表现出历史性 就像这件事情刚刚正经八百冲击了香港的故事 是一样的 而在新加坡 韩国跟日本呢 表现出 他在表现出的特点 我以为就像新西兰现在爆发概念一样 打针没用 就一句话打针没用 然后他们表现出所谓高科技的一切呢 都被摧毁了 但没有看到太多的死人 日本是说死人比较多和重症比较多 那so far到现在来讲 按照他统计的说法都失去了信任 而香港所表现出来的场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面 他就比较奇怪 比较比较奇怪 他都在露天的 他的医疗系统已经被崩溃了 已经超他复合了 所以很多病人只能躺在外面 帐篷里 那如果进了医院 躺在外面帐篷里 你就只能把他理解成是重症 对吧 甚至死亡 那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 说18号讲说 引用紧急状态法 延后了香港特首的选举 对750万香港人进行大清查 就是全都测试 彭博社讲恶化迅速 超过当年的武汉 香港就如果他采取的方式 是当年武汉的方式 但是他终归不是一个管制的政府 他不是共产党 他是共产党走足 所以就弄出了一个似不像 整个背景似不像 而他爆发的程度呢 是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和经历过的 那习近平重要指示 稳定疫情压倒一切 基本上是这么说法 稳定疫情压倒一切呢 也就是林郑月娥已经完全失去了 一国两制的背景之下的特首的身份 他就是个省长 所以故事就这样 我不认为他能够压下去 我个人只能认为呢 就说你看香港会不会出现一种 很令人难以接受的一种转变 就是疫情的骤然转变 我讲的是这意思 很多朋友说 他跟你讲过 那香港应该没事 疫情走到这地方是没事 但是呢 你可以想象出 在当初几百万香港人 拒绝中共的过程中 同样有一批香港人 在保护中共 当时叫什么蓝莹啊 叫什么东西 保护中共 是按照中共说的 我们包括那些唱歌的 对吧 发钱的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如果你去细分 哪些香港人染病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有可能看出来 那而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 是根本就看不出这个层面 他们也不会有这个层面 所以香港的历史性的爆发 香港的历史性的恶化 我更愿意把它看成 它有机会 攻陷整个中国大陆 有机会 它成为最终这件事情 回到大陆的本身 甚至我们提到SARS 3.0的本身 可能是由这么定夺的 因为终归呢 在SARS 1.0的时候 非典1.0的时候 是北京 香港 对不对 北京 香港 加拿大 很奇怪的 你看现在 加拿大看到了吧 民主完蛋了吧 然后你看到香港的疫情吧 反着回北京 这条线这么来 那在加拿大爆发的故事呢 现在的故事就是因为疫情管制 很大多数朋友没有这种 他都不会这么去联系的 只是疫情对疫情 朋友你要知道 SARS 1.0是北京 香港 加拿大 现在是加拿大 香港 等着北京 它表现的方式不同 表现方式 在加拿大就是摧毁了加拿大 在全球得以骄傲的人权 人权自由 公民自由 公民权利和这个法治 而在香港呢 却以又以疫情大爆发的方式 展现出来 所以他再回去就对了 这是我 我以为这个圈儿化圆了 他的威胁性在这 完全封城不可能 林郑说完全封城不可能 他要检测 全体检测了 每日病例 一个月内增加到6000多 速度超过了当年的武汉市 我觉得这都无所谓了 真的无所谓 怎么检测都无所谓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 在我眼睛里看到的是一个 大的背景 这个大的背景就是 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整个从2002年 对吧 2002年香港爆发 北京爆发 萨斯一点 20年 20年 20年是有说法的 比如说 涛哥到这 20年你有说法了 玛雅文化 都是按20年计数 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是这么讲 因为这些呢 我们只能去理解 我只能是 玛雅文化完全是按照 20年来祭福他的 玛雅 那叫 玛雅文 玛雅历法吧 大概是 5000多年的概念 比尔盖茨 风险降低 大一场流行 另外一场大流行命 将来 是肯定的 这是个很奇怪 很奇怪 我在讲 讲病毒跟疫苗 说跟大家解释过 病毒肯定从实验室来的 武汉 但是呢 病毒没有制造完 所以病毒是缺胳膊少腿的 可是资料呢 也就给了 在包括福奇他们手里 应该有相应的病毒资料 那包括生态健康联盟 所以他拿到资料 也是没有做完的 病毒的资料 残缺不全 对不对 缺胳膊少腿 那病 疫苗在半年 在9个月之内 完全给造出来 所以针对一个 残缺不全的病毒 他必须同样造一个 缺胳膊少腿的 疫苗 是吧 那个病毒 有四个弓的 四个触筒 四个弓的 这是当时 法国 刚刚去世那个专家 明确讲的 英国的伦敦的 伦敦 英国伦敦 叫什么 皇家学院 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 帝国学院的 教授 也是这么讲 没见过 在自然界 出现四个触头 四个弓的 在一起 都是一对 一弓一亩 出来的 没什么可讲 他说没见过四个弓的 四个弓的弄出来 那一定是人造 那疫苗呢 就得造出四个亩的 他的触头啊 对不对 罗斯跟罗姆 他扣成了 那减死炸了 就弄点酸的 酸死炸就弄点减 就这么点事 他造病毒也是这样 那疫苗也是这样 那病毒造于缺胳膊少腿 那你疫苗 颜色合缝的时候 也得缺胳膊少腿 所以疫苗呢 别的疫苗打一针就行 他打四针 四针就得来一针 四针来一针 四针就不好用了 因为他什么都见过 没见过 缺胳膊少腿的病毒 其实就这么点事 那现在他说 几乎大流行 肯定会来的 另一场大流行 比尔盖斯是盖尼秒的 那为什么又说 他是神迹呢 神在惩罚人的时候 一定是借助人的手 而不是神的手 借助人的手 而不是神的手 人说这话说 如果一个人有神性的话 米开朗基罗是天才 很多演绎的都是天才 为什么天才 是因为别人想学 学不会 对不对 只有他自己独创 他独创是哪来的 独创是他的 拥有使命的灵魂 对不对 但他借助的可是他的手 对不对 就这样吧 就去画画了干嘛 在借助这手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所以神 人借助人的身体 把人毁了 点出科学的悲见 这是比尔盖茨 在慕尼黑 跟CNBC的记者说的 潜在大流行 可能跟原来的不同 更先进的医疗技术 应该解决他 还干呢 他也是使命类 他认为最高的 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 人口有免疫力 那习变种出现 显示出的严重性降低了 这些都不用讲了 然后他说靠疫苗 没弄成 因为没达到70%的目标 已经达不到了 目前是61.9% 所以他认为 应该加快研发 分发疫苗 对年长者什么风险降低 这都没用了 但是我们将迎来 另一场大流行 下次是不原病体 有人说是不是造新 我们不知道 下次流行准备的成本不大 这不是汽油变迁问题 我们要理性 下次会提前准备 提前把疫苗准备好 没有病毒 先有疫苗 但是我想跟大家 提醒大家 几乎所有人认为 这件事情没完 那我节目中 只是跟大家说 一定有3.0 所以就目前来讲 香港的大爆发 会在一个设定的时间里 引发出中国大陆的 另外一种大流行 这个事就结束了 最终有可能把它 真的叫成3.0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